經濟不好,很多人埋怨賺錢少了,生活質素比以前差了 但是仍然有些人願意拿幾千元出來,參加這些外展訓練 嘗試一下艱苦野外生活,鍛鍊自己的意志 參加外展訓練的未必是有很多閒錢的人 他們當中有些是待業的,有失業的 更加有人或者參加這些外展活動 選擇持去存職工作,只是做兼職 他們要尋找另類的生活體驗 有很多東西在鄰近,游泳,我不懂游泳 要試碼頭跳水,要試獨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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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對我來說可能開心就是 可能走完一個山,很辛苦地走完之後 放下所有的裝備,然後回到家睡覺就叫做開心 不是追求物質那方面的事 可能是心靈那種滿足的事 都很重要,我覺得 都很重要 阿Ray在藍童院社,原本有一份全職工作 三個月前自己選擇轉做兼職 一個星期工作二十幾個小時,月薪剩下五千多 少了近一半,為的是各一種自己喜歡的生活 生命來說不只一定要工作的 要有生活,要有活動 還有就是朋友都很重要,我覺得 變成這樣的情況,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之下 就是人工加了你之下,我都決定不做了 都是要找一些時間,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 大部份人看起來都是說 現在這樣的環境,你很難找到這樣的人工的 但是我自己回應就覺得 生命應該是豐富一些,不只是工作 因為我們人,我們不是奴隸秀 我們應該是有工作之餘,應該有時間去安排去活動 去玩,去休息 阿Ray決意轉做兼職 其實是為了一個一般人難以想像的原因 就是參加外展訓練 是很心願,因為我很小時候已經看到一些資料 但是因為很多時候生活的壓力 或者又拿不到假,或者其他事情做而來不到 現在就在自己的底線,deadline 那個35歲之前,34歲了,今年就來到 都叫做了一件心事 相對阿Ray,二十幾歲做文員的Gini 參加外展訓練,要付出的就少一些 只是請幾日假就可以 參加的原因很簡單 我覺得太多人保護我 我覺得需要學習一下自己去面對問題 以及自己去面對挑戰 外展訓練在香港其實已經有三十幾年歷史 一直以來,不少人為了鍛鍊自己體能和意志 而參加這個課程 課程的第一日,Jimmy和阿Ray首先要面對的 就是十一個不同背景的組員 他們有公務員,學生,也都有失業人士 十三人將會在未來八日一起相處 這一日,他們全組十三人要合作爬上 這四條靈空吊著橫木 完成這個叫巨人梯的項目 很棒 想橫木一點都不容易 除了講求體力之外 最重要的是爬上去的人 要和在下面用承索支援他的人 和其他組員互相配合 Jimmy一向都畏高 但是他都嘗試挑戰自己 不用怕,不用怕 你夠高 他第一日的腳固定了 我抓上你,腳板踩著他 Pandy,Richard坐在這裡 第二條靈空的時候 我曾經都想放棄 因為我很害怕,很緊張 但是幸好我的partner都很鼓勵 很支持我 他們借一手,他們借一腳給我 在這裡,我覺得學到 是怎麼相信任何partner 阿Ray曾經做過幾年義勇軍 對於野外活動有一定的認識 今次,他擔任小組的組長 要協助組員,攀上最高的橫木 不過,輪到阿Ray自己要爬 就試過幾次,都失敗了 加油!加油! Tension!Tension! Tiffany,Tension! 給多點力 拉他上去,找人找手拉 拉多點繩 幸好組員肯付出 結果他爬下來,再支持我上去 接著他自己又很辛苦爬上去 阿Ray來自單身家庭 媽媽在三年前過世 並沒有兄弟姊妹,獨居多年 生活上,大小事都是靠自己 外展訓練講求的是合作精神 對阿Ray來說是一個挑戰 在這個訓練裏面 阿Ray知道自己力有不低 但是他說,深深體會到團隊精神 這個上午 全組人在西貢的一個荒島多了一夜 對於不少組員來說 都是新的體驗 有些問題你是不會在外面想得到的 其實 有些 昨天傳了張紙 有很多很大的問題 什麼叫勝利 什麼叫失敗 什麼叫目標 怎樣封盛的人生 那些你在外面 怎麼說 每天都這麼忙多做 就很少可以 真是有這樣的心情自己坐著 慢慢去想 Ginnie是家裡唯一的女兒 一直受家人和朋友的保護 習慣了城市舒適的生活 一下子回歸大自然 Ginnie說 對她是一個考驗 我們原本來到時 以為可以有得洗澡 怎知道沒得洗澡 這個最大最大的考驗 雖然不習慣荒島上的生活 但是面對荒山大海 Ginnie都有機會想一些人生問題 想想自己目標 想怎樣 還有在每一部分學過什麼 不斷地進步 不斷地發揮自己 不斷地知道自己 可以突破什麼 而Rae在荒島度過的一夜 風聲和海浪聲 令她冷氣已經過身的母親 對 我想起我媽媽未死前跟我講些話 她說 Sorry 她有時候見到我這樣 她會覺得 哇 為什麼這麼辛苦還要玩下去 那刻很傷 那種痛苦隨著浪 一陣陣地涌上心裡 其實我們來這裡的目的 是否只是來這個地方 聽她說 我們的生命應該怎樣去想 我覺得 Rae說以前曾經打兩份工 很拼命賺錢 都是為了供樓供養媽媽 但是也都因為要賺錢 而錯過了跟母親溝通的機會 經過荒島上的一夜 每個組員無論想過多少 反省有多深 這一刻都要收拾好行李 繼續上路 挑戰自己的體能 這是我們教練 那我們就要戴頭盔 經過幾天的相處 組員都開始叫Jeannie的花名 小丸子 這次是她第一次攀石 我連攀石都不怕 一直觀察 看看她怎樣做 然後反而覺得爬上的感覺 我反而不覺得是爬高 反而覺得那個感覺是 因為了解的是什麼 我覺得那個石好像在地上 一塊石一樣 我覺得那件事很自由 她沒有帶那樣東西 我握住一條星 握著兩隻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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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握著一隻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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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才能直至二次 其他石牆 jegoi 要用手老腳握著一隻腳 用腳握著一隻腳 腳握著一隻腳 握著一隻腳 我看見她下去 減了一隻腳 找不到那些 treats 找不到路把腳踏上去 在這裡踏了幾下 踏到石頭 這裡撞了一點傷了 不用怕 不用怕 踏下去 先捉住 先捉住 我都很餓 真是害怕 死了 你完成了 小冰姐 很害怕 Gini就覺得 從這次踏石的經驗中 啟會如何面對挑戰 因為我覺得在那裡 我刻服到我 原來我又怕這件事 然後就了解了 怎樣了解 然後了解完之後 就可以令到 更加自己會了解到怎樣做 我覺得這個很好 我覺得我的將來有些緊張 害怕的東西 所以我都會 放回這個檯上去 完成了攀石之後 一行十三人繼續行山 要到三公里外的地點責營 但是天開始刻 Gini的腳又受了輕傷 對全組的行程有沒有影響呢 下一節再講